去年太鲁阁号408车次行进北回县 河人至清水隧道间 铁轨工程车滑落导致列车出轨 造成了49人死亡300多人受伤 届满周年台铁特别安排 罹难者的家属前往事发地点吊咽 追尸现场是气氛临重 家属情绪悲伤 在铁轨旁放置了白色的结梗花 表达对亲人永恒的爱和无止境的思念 在台铁的安排之下 约40多名的家属搭乘游览车抵达崇德后 步行前往花莲清水隧道 0402泰鲁阁事故现场追尸家人 一个小时的追尸过程 全场十分哀气 家属频频失累 台铁也分别在花莲台北两地 举办了一场追尸会 据了解原来的408列次泰鲁阁号改点后 由EMU3000型取代 台铁全线列车也在事发时间上午的9点28分45秒 开始鸣笛30秒 以挨到罹难司机员以及乘客 并提供家属追尸 记者林杰综合报道 接下来